那嫁给台湾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液 香肠实在太香又香又嫩又好吃 腥味太重 香肥腥味太重 你能不能正经一点 我觉得回答不上来 如果是你们的话会怎么回答他呢 你可以做我的朋友吗 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我们可以做的 来咯大家 来您个座帝哦 现在是 我和 我和我老公培养感情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说啊 我的台语哦 说 说 说的 没好 是不是这样说啊 哈哈哈哈 我 总是 会 跟着那个我的印象中 人家讲出来 然后跟着那个思路走 但是 我讲出来就是还是不对 所以 有 粉丝 跟我留言 跟我说 听我说台语一遥 他们的国语也没有说 台语也没有说 就是已经被我带偏 这样了 我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好了我们今天呢 我突然想到的就是 前两天 应该说是昨天 就是我突然有一个 有一个朋友就很久都不联系了 突然呢 可能他知道就是我嫁到台湾来了 所以呢 就跑来问我说 那嫁给台湾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香肠是在太香又香又嫩又好吃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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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香肠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人家问的是 跟 嫁给台湾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会怎么 你会这样回他 你会这样回他 对啊 哈哈哈哈 哎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好好讲话 能不能正经一点呢 我讲的是事实实在在的话 哈哈哈哈 那我问你 你 是 啥吧 武? 是 什么体验 嗯 的 心慰太重 哈哈哈哈 什么心慰太重 哈哈哈哈 哎你能不能正经一点 我是问你 就是 是 啥吧 一个 对 很久对 的 很漂亮 的 是 那是什么体验 你正经一点啊 是好还是心不好啊 就是腥味太重 就是心不好咯 腥味太重就受不了了 每次要用都要加葱跟酱 什么每次要用都要加葱跟酱 那你这么喜欢吃鱼 那不是代表你喜欢吃啊 你吃鱼的时候不是加葱跟酱吗 是啊 就是好吃了 我就好吃了对吧 心味太重了 你的心味太重啊 能不能正经一点啊 我真的是受不了你 然后我那个朋友这样问的时候 我很惊讶 我觉得什么叫做 嫁给台湾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就回他说 我说那你嫁一次不就好了 你自己嫁一次 我是怎么回答 我刚才意思是说 你嫁一次不就知道了 因为我觉得 这个不是叫体验吧 然后我又思考着 因为昨天我在上课的路上 然后我在想 叫给台湾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那是体验过后不好就不嫁了 还是怎样 那不可是已经嫁过了 那我又回想 我嫁给台湾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我在思考 我嫁给台湾人是体验吗 后来我又想一想 其实我们人生中的婚姻 它也是一种体验 比如说 有的人一婚二婚 对不对 嫁给某个人 其实也是一种体验 可是用体验这种词 我觉得好像不太恰当 应该是问我说 杨美嫁给台湾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可是每个台湾人的感受又不一样 有的台湾人好 有的台湾人不好 对不对 有的台湾人也是有家暴 或者是有的台湾人也是不好相处 或者是有的台湾人很懒惰 或者是有的台湾人又很好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应该说是你嫁给台湾人之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可是又不是每个台湾人的性格都一样对不对 所以当时我在想我那样回复我朋友好像也不太好 叫他体验一次看看不就知道了 可是他要怎么体验呢 后来我就发了一则FB的贴文 有的朋友说的我觉得也蛮好笑的 有朋友留言说 不一定能体验得到 对啊 你要首先能遇到一个你喜欢的台湾人 你才有想要跟他体验这段婚姻的可能性 如果是你连认识台湾人的机会都没有 你要怎么体验对不对 还有一个朋友留言说 其实是要看个性跟人物这一点我很认同 真的不管你嫁给台湾人也好 嫁给美国人也好 嫁给日本人也好 嫁给中国人也好 嫁给越南人也好 首先是你跟这个人的这种相处嘛 他适不适合你嘛 对不对 像我老公的话 那有的人就是觉得他说话太直 觉得他这个人不行 然后呢就觉得我肯定不会跟他这样子 因为我之前也有看到有网友跟我留言说 就是很讨厌 他说很讨厌我老公的那种说话方式 但是有很多很多粉丝 是我老公的粉丝 就是很崇拜他 比如说像我今天 我问老公 我说今天要吃什么 他就说 因为我总是觉得不知道要吃什么 然后老公就跟我说 你什么都不想吃 那吃菜就好啊 就吃菜啊什么的 本来感觉 你 administrer上的一天 扔韭菜 你正要吃菜吗 对 我就想吃菜 你每次吃的呢 你吃菜 好啊 夾賽 好 你們夾賽 我ом 讓我 我等一下幫你 第一盤賽 你夾 夾賽 假氣 假屁啦 假 他這個其實就是 台灣的一些日常用語 但是有的人不懂開玩笑 會覺得說 欸你這個老公怎麼這樣子 然後你跟你老婆講話是這樣的 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相处模式 有时候 但我们不会生气这样 但是如果是有的人 跑来跟我老公这样相处 肯定会 很愤怒 很愤怒 对吧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性格 跟每个人的性格 它是不一样的嘛 有的人就很讨厌我老公的性格 有的人也很讨厌我的性格 还有人讨厌我吃饭的方式 就觉得 我巴拉巴拉巴唧巴唧的吃饭 然后觉得很讨厌 可是我跟你们讲 如果我没有巴唧巴唧的吃饭的话 我觉得我 我实在是有一点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我觉得好像不是我的风格 我觉得那是我在装 因为我从小吃饭吧 就是那种 很快速的吃饭 尤其是 在我工作以后 以前我吃饭其实是很慢的 我跟你们讲 我妈妈吃饭的话 可以吃到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都可以 有时候吃 我们都已经吃了很久了 我妈妈还在吃饭 因为她吃饭真的很慢 就超级慢 就一边玩 好像也不是玩 就是一边吃 然后东摸西搞的 其实我那时候也有我妈妈的这一点 那后来是因为就是在工作了嘛 工作之后呢 就是想要赶紧的把它吃完之后 然后去睡午觉啊 去午休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 扒饭的人生就是 赶紧吃吃吃吃了之后 然后就去休息了 所以就比较快 那后来我 我刚来台湾 就是拍YouTube的时候呢 因为我是在家里面吃饭 我不是在外面跟客户啊 或者是跟重要的人士吃饭 那我跟重要的人吃饭的时候 我就会很斯文的吃饭 你们知道吗 我就不会像在家里面吃饭 然后吃很快 包括到现在有时候我吃饭 然后扒得很快的时候 我老公就说 你不能吃慢一点 就是我就是很自然的吃啊 我反正就会好吃 然后就不不不 赶紧吃这样子 然后我老公在我身边吃饭 我可能会感觉到 你是不是觉得干嘛吃那么急 好像在抢食物那样子 我老公就说你不能吃慢一点吗 可是我真的没有感觉我吃很快 所以有时候有的观众看到我吃饭 就说哎呀妹吃饭什么 呵呵呵 巴结巴结的 可是我在真实的状态就是这样子 我在家里面吃饭的状态就是这样子 没有办法 有时候就忘掉了自我 那如果我是出去跟朋友吃饭 我就会很斯文的吃 因为我也不想影响到旁边 跟我的人那种感觉不太好 或是我怕吃东西的时候 有碰到口水或者什么 可是我自己在自己家里面 我就不会那么拘束这样 所以说如果是像我这样的性格 有的可能就不会接受 像我老公就不会接受我这一点嘛 所以他有时候就说你不能慢一点吃哦 是别人在抢你的食物吗 所以呢 那我就觉得我那个朋友在问说 所以我那个朋友在问说 赞给台湾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的时候 那个体验我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怪怪的这样子 嗯 还有一个是问题 就是我有时候在这一个YouTube啊 或者是FB啊 或者是IG啊 或者是在TikTok里面发影片的时候 就有台湾的网友 然后给我留言说 呃 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啊 你们知道吗 我听到这一个说交个朋友的时候 我不知道要怎么回他 我都不回 因为我的老大里面突然在想 什么叫交个朋友啊 或者还有人说我可以认识你吗 我心里面想 你不是已经认识我了吗 我就要贵州妖妹啊 啊你不就已经认识我了 为什么还要问我说 可以认识我吗 那我就觉得 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人家 可能是因为台湾人的一种 礼貌的风势习惯性这样子问吗 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 就是老公你 你会跟人家说 我可以认识你吗 我可以跟你交个朋友吗 你会这样子 呃 就是主动的去跟人家这样子吗 我觉得交朋友 他不是说 我可以问你说 我可以跟你交朋友吗 我的想法里面呢 就是说 交朋友这件事就是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熟了之后 哎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相处 然后认识之后 慢慢磨合之后 才能成为朋友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成为你的朋友 但别人问到我说 他可以跟我成为朋友吗 我就觉得 我又不了解你 你为什么说 跟我可以成为朋友吗 我又不了解你 我又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什么叫你可以成为我的朋友吗 我不是什么不认识的人 都可以成为我的朋友 我 我的思想里面呢 就是我的想法里面就是 能和我成为朋友 是一定是从 先认识 然后相处联系之后 然后觉得 哎 互相有一种好感 然后觉得都还不错之后 哎 他邀请我 我邀请你 然后慢慢慢慢成为朋友 哎 就是有 呃 送你啊 或者是邀请吃饭啊 然后一起去玩啊 慢慢慢慢的就是 无形中从这样的一个交流中 才能成为朋友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问我的时候 我真的不会回答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这样子跟他讲 我就说 哎 我不是随便可以做人家朋友的 哎 我很想这样说 我不是随便可以做人家朋友的 哎 我觉得 回答不上来 如果是你们的话 会怎么回答他呢 你可以做我的朋友吗 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嗯 我觉得这样问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台湾人都这样 反正我是在网上有遇到一些 就是 他们这样加过来的时候 还有人会问我说 啊你 呃 我可以加你的line 或者是加你的微信吗 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我的line和微信 都是我老公在使用 我都是给我老公使用的 那你要加吗 哈哈哈 然后他们突然就 哦 那不好意思 就 因为我又不知道怎么拒绝人家 我又觉得很奇怪 我又不认识你 你要我的微信干嘛 因为像一般的话 我们可能是今天在哪认识 需要一个东西 需要交流 继续交流下去 那才要加微信跟line 比如说 呃 像我结业配啊 那有的可能要加line 或者是我今天去办一件 某一件事情之后 他要回传资讯给我 所以我要加他的line 比如说 我今天去做什么 需要用到line 或者是需要用到微信 跟他联系的时候 那么才要line 而他又已经有我的通讯方式了 比如说像 IG啊 FB啊 或者是什么 有什么事情 你在上面发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还有我的line 跟微信 我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你加了 我不一定会跟你聊天 你知道吗 没有重要的事情 我不一定会跟你聊天 就算你跟我闲聊 我没有那个时间 那我每天真的很忙 我早上起来要煮早餐 对不对 我要洗脸 然后还要学习 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 有时候我还要拍影片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跟你聊 那些七七八八 有的没有的 对不对 交朋友的话 我已经有朋友了呀 我不需要太多的朋友 我的朋友里面 有两三个好朋友 这样就已经够好 够 够我 够我这样的生活圈子了 朋友太多的话 那我不是 我每天我又不是交朋友为目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有些人的想法吧 可能是 可能我个人的想法也有问题吧 反正我就觉得 我的朋友不需要太多 我觉得我有两三个朋友 我就可以应付了 朋友太多 我应付不过来 你知道吗 我又不是招待所 我每天都要去招待这些朋友啊 或者是接见他们啊 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当我看到那样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就不想回 然后呢 我也不想加 当然呢 就是有粉丝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啊 哎 我觉得不错的 我就会回应一下 有时候没有看到 我就不回应了 那或者是有相同问题的 那我也就按个爱心 那样子 我就没有再回 因为经营频道嘛 你不能说 哎 粉丝给你留言 你都不回应 那如果是 我是一个观众的话 那我为什么要给你留言 那我干脆 不要留言好了 我问你 你都不回答 我会有这种 呃 就是有顾虑到我粉丝的感受 这样子 但是如果说私教我 私教我什么微信 那要私下来跟我聊的一些有都没有的话 如果对我来说是 没有营养价值的那些哈拉的话 我是不太回应 比如说有一些我觉得值得学习的方面啊 有一些给我建议的方面啊 还有推荐什么好吃的美丽的景点啊 跟我讲解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我接受 但是像那一种的话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哪知道你是不是诈骗集团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就觉得有时候吧 或许他没有这种思想 他只是想要跟你交朋友 但是我的朋友真的 我觉得够了 我不要不要太多朋友啊 就是不需要太多朋友 甚至有一些 我记得很久以前有一个算是酸民 就是他每一次跟我留言都是很酸的 这段时间没有看到他留言的 那上一次看到他留言的时候呢 是因为就是我有跟大陆 下到这边大陆的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嘛 他说 嘿 杨妹你为什么都没有台湾朋友 不是我没有台湾朋友 我有台湾朋友 我来台湾之前就已经有台湾朋友了 但是我这些台湾朋友呢 我们也没有怎么见面 或者是见面的时候呢 我又不方便拍他 因为我有一些台湾朋友 他就说你不要拍我 你不要拍我 像我这一次修机车的时候吧 然后我是很想要跟他说 你自拍 然后展现出来 然后帮我放出来这样子 然后呢 人家就是觉得我不想要上YouTuber 我不想要录脸在这边 所以说我有的朋友 他也是不愿意 就是在这一个YouTuber上面 我不能说 哎 我一定要偷拍展现 说我有台湾朋友吧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说 为什么要跟你展现说 我有台湾朋友 或是什么什么的 不需要啊 对不对 我有的朋友的话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 就是像聊天吃饭 就是干嘛 就很愉快 我不需要把他们展现出来 哎 你不可能说 那我的内裤都给你看 是什么颜色吧 对不对 我觉得有些人就很奇怪 他好像有那种偷窥到你 就是想要偷窥到你 好像你今天穿什么颜色的 那衣 那裤都要让他知道 那样子 我不展现出来 是因为就是 我不需要把我这一部分的隐私 都给你知道吧 对吧 好了 今天呢 就是 哈拉 随时想要 就是顺便想要聊一下 就是觉得奇怪的两件事 一个是我朋友说 讲给台湾人是什么样的体验 还有就是 有些 台湾的朋友跟我打招呼 什么 能不能交朋友啊 我可不可以认识你的事情 我就是 我 不好回答 就是这两件不好回答的事情 因为我也不想得罪人家 对不对 然后呢 有时候 我不知道怎么回的时候 我就干脆不回应 有时候 你们在留言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 我这样回应 你是不是对的 或者是我不回应 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这样 啊 我今天影片就这样呢 我已经说了18分钟了 如果你喜欢杨妹的影片啊 欢迎大家留言 还有对于我今天分享这两件事情 也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也想看看你们会怎样回复 这样子 还有就是我这样的做法 对不对 我也想看一下 好了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期再见哦 拜拜 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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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